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上一品就是真實 真實品 講完之後 有人跟我說 很難聽 聽得太懂 我想說今天可能就一堂課的時間 因為我大概看了一下 那個內容真的是很深 很難 尤其是對初學的人 他沒有接觸很多為事的 你要懂他可能是 真的是有點困難 有點深 我想今天用 用一堂課的時間 把為事的 最基本的概念 用最白化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 尤其是初學的 沒有接觸很多 可能你其他的法門也接觸 可是為事他講的 他那個邏輯 他用的名項 又他從系統上走得的分析 推理 就有點不太一樣 就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 你們如果有這個基本概念 你們回頭自己去看那個真實品的時候 你們比較能夠看得懂 因為那真實品真的是很難 所以你看那個真實品 他開始就講無二 無二這是很難 是真如 無二是真如的實性 那個是很難很難的 雖然他講得很簡單 他以非諭非諭 這種簡單的方式來講 但無二當然比這個複雜很多 他講得很簡單 是因為他很難 所以他就點到為止 因為他如果講太多的話 實在大家是 真的是要了解很困難 無二對我來講也是很困難 因為那是真如的事情 那是實性真如的事情 那是很難的 所以你如果大家看不懂 他講得簡單的 你的基本觀念有就好了 你要真的把它看懂 那真的是很難 所以你看他那一篇裡面 他講就是講 每一項都點到為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他講的每一項都很難 他後面再講 沒有人我職沒有法我職 那也是很難 沒有能所 那也是很難的 然後你看他講 那個為是五味的修行 那五味修行是 成為聖論裡面十劍裡面 他在第九劍第十劍才講的 就是你已經唸完了九劍 你在看這個你在看得懂 所以你看不懂是正常的 他那概念你有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能所不知道 他那個家行為完全在看能所 你對能取所取 你執著到什麼程度 你不執著到什麼程度 那家行為講到四個定 這個四個定裡面 就看你對能所的直取 你能夠斷到什麼程度 那你能所不知道的時候 你那個家行為 連家行為你都無煞煞 他你都不曉得他講什麼 他講事尋師 事如實至 那個都跟能所有關係的 那能所再來是 見到會見到會大師 要人我空爬不空 他能正真如 那你能所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那個空字人我空爬不空 那你更 你只能把它背起來 你只能把這個很重要的東西背起來 這個時候你就很難 以後要用它就很難 所以我想說 花一點時間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這個是 這些基本觀念 今天要講的 就是我們常聽到講的 萬法為世 世外無盡 為世無盡 沒有二曲 沒有我法 他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你把它 基本概念有了 你回去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 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是他在最 雖然是很基本的東西 可是你一定要懂 你不懂的話 後面的 你就更難去懂 那我們學佛 我們學佛 我以前也其他的法名也學過 我們學佛就是 很多佛 經論上很多很好的 他就講結論 那通常 我們要 不知道那個原因的話 我們要用它很難 那我們就習慣了 從小就 上我們學校的教育 就是天鴉式的 你就是把它畫重點背起來 我以前也是這樣子 但是為世是 為世他的強項 我認為是幫忙最大的地方 就是他跟你解釋為什麼 他跟你解釋很多很多很多 事實上你說世外無盡 萬法為世 就是講三界為新 無二曲 這個我們就是 大家都常常聽到的東西 我們知道這個是結論 那為世是告訴我們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是我今天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觀念 用最白話的方式先講一次 簡單的講一次 然後我把那個文藝 給你們看 給大家看一下 說他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他講是 講非有 非無 講有 講沒有 為什麼 他為什麼講這些 為什麼 這個理由你要知道 我先用錶的方式講一次 然後 後半段再用遮的方式講一次 你就會很了解說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 用錶的方式 錶就是 講他的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 那這是原因 講他的原因 那遮的話就是 這句話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部位就是我們一般 著力的比較少 所以你不曉得這句話 是告訴我們什麼 你很難用它 然後第三個步驟才是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知道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能取 原因我知道了 我也知道 這個畫面我也知道 他告訴我們 不要辭取什麼 然後第三個步驟是 那我們怎麼樣去拿來 用修行上 你要跟修行上 要連結 我想就這三個部分 把這些基本的觀念 用最白話的方式講一次 然後 為什麼用白話的方式講一次 因為 因為我發現說 為事 懂的人比較少 不懂的人比較多 如果你一直用名相講的話 少數人會懂 多數人會不懂 所以我就是今天 已經為事學很久的是 比較 比較抱歉一點 可能講得很簡單 但是我用這三個方式來講 希望也能夠讓你們 得到一點東西 因為 不懂的人比較多 如果講得很深的話 名相講很多的話 當然 名相很重要以後 你去看經典 你接觸都是名相 你名相一定要懂 但是如果我用白話的方式 把那觀念講得很清楚的話 你們再去看的時候 就會 省你們很多時間 所以 看起來就是很簡單的 可是這個觀念 你一定要有 你沒有的為事 你要進去 可能是有點困難 你為事的話 因為他是講邏輯 講推論 講這個 他跟你講理由 這個你一定要把握出 它最好的部分 你就錯失掉了 就錯失掉了 所以我今天就 花一點時間 因為上次 那個真思品 你已經 已經有講了兩堂課 我不是說 要重新再講什麼 沒有只是說 給你們這些 基本的觀念 你們再去看你就 比較容易懂 那如果 真思品 你覺得很 你覺得很深很難的話 因為他講很簡單 他又是觀念給你而已 他 他常常像那個 解身蜜精 他到第二卷 他就跟你講 那個 那個真思 那個生意地 他就跟你講 然後後面才講這個一切 所以他先要給你一個觀念 給你一個方向 這個 這個像 像五味修行 唯一的五味修行 他為什麼講那麼多 那我們只是要吃兩味 他為什麼講五味 事實上我們都用不上 可是他講這個東西 他講真思品 講那個五味後面 從家行為一直到 就進味 他告訴你的事 他告訴你一個 他這個我們修行的方向在哪裡 這個方向他要先講 他為什麼要先講這麼難的東西 他告訴你 我的方向在這裡 那我們 我們現在知兩味 我們修行的方法上 信解上 就是在知兩味這邊 他把那個次力告訴你 所以他為什麼要講那麼難 一開始就講那麼真思品 因為他告訴你方向在哪裡 那個方向你有了 你才不會走岔掉了 你才不會跳 一直要跳到家行為 認為自己已經正了什麼東西了 所以我今天就 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講真思品會講那麼難 第一個寄送就是 而無二 真的是 這就是很困難 那是講真如的事情 這也是很困難 但是他也是很簡單的講 他是偏重在非裔 非裔 有為無為這邊 他是偏重這邊講 他簡單的講 最主要就是 他那一品就是跟你講說 他給你一個大方向就在這裡 修學的大方向 所以你稍微知道那概念就好了 那以後 每一項細微的部分 他後面還會講很多很多 所以 我為什麼講這樣 我怕 我怕那個心境的人 沒有接觸很久的人 我怕你們會 會看不懂 然後就 唉 太懶了不要了 我放棄了 不要放棄 不要不要 所以他不是要把你們嚇跑的 他只是告訴你一個大方向的 你看不懂是正常的 因為你想嘛 那五位修行 成為一世論裡面 到後面第九卷 第十卷才講 但你前面九卷都會弄懂 你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你現在不懂了沒有關係 我一直想說 我要讓知道 大家能夠不要排斥 不要被他的冥相 那個東西嚇跑了 所以 真的要學學維持人很少 因為一般到那邊都擋住了 你知道嗎 你覺得其他的法門就 哇 很好啊 哇 這個身心清涼啊 很多法語 很多什麼樣 很多怎麼樣 你覺得 覺得很好啊 可是他講的 當然是很好的佛弗撒 他講的很多都是結論 他解釋的部分比較少 所以我們都是把那個結論背起來了 所以你的背起來 你就沒有辦法融會貫通 那為事好處就是 他一直跟你講理由 告訴你 他不是告訴你 萬不為事而已 他告訴你為什麼 那我們這張課我就 大概來講一下 把你們補充這個基本觀念 然後呢 我們再慢慢進入到 我們要講的那個神通品 神通品跟成熟品 事實上神通品跟成熟品 前面的這九品 除了真食品以外 都相對比較 內容沒有那麼沉重 內容不是那麼多 那我就 剛好我碰到的都比較容易講的 我就這個趁這個容易講的 我就把那個基本的觀念 基本的觀念 把握這個時間 因為後面 後面你到那個 後面的第十品 後面以後去那就是 內容很多 可能就沒有辦法講很多 那我就前面這幾品 我就跟你們一直講這些 基本的觀念 那基本的觀念 都會幫助你們以後的 以後了解東西 而且 而且從第一堂課到現在 我講的就是 都是修行上的東西 我講的跟你舉的例子來講 故事來講的什麼 都是修行上的東西 跟世俗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有一個 學佛有一個 我們很習慣 因為我們太習慣了那種 從小受的教育 我們的世俗上的東西 觀念我們太習慣 所以常常用很 世俗的觀念來解釋佛法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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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太習慣這件事情了 這是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 不要用 你以前受的教育 來什麼什麼樣 來看佛法 因為佛法 為什麼 為什麼我 從第一堂課 我就跟你們講說 要脫俗 要脫俗 等一下就講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 因為 你世俗的種子 種那麼多 它起現行的時候 你能去哪裡 但是 說普世間遇界 還能去哪裡呢 所以你 你不脫俗的話 你連那個觀念都沒有的話 你每天種的種子都是 遇界的種子 它成熟的時候 它業力會拉你去哪裡 當然是遇界了 你還能去哪裡呢 所以說 你一定要脫俗 離開那個素食觀念 然後 把時間放在佛菩薩 想告訴我們什麼 世俗的觀念或者 我自己想什麼 那個比較次要 但是這個是對修行上來講 我們在外面做事 當然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技巧 自己的什麼 去把事情完成 這是我偏重在修行上 來說 我們就開始講 我從哪裡講 它為什麼為事 講為事 事實上為事這兩個字就很難了 你看這個第七卷 它為為事九個問案 這是很難的事情 我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萬法為事 為什麼沒有惡趣 為什麼沒有人我罰我 請講說 這所有的東西 包括外面的境界 所以我們的身體 包括我們的覺獸 我們元律的作用 能取所取的所有的作用 一切從哪裡來的 從阿拉耶斯那邊變出來的 阿拉耶斯也不是亂變 它從裡面的種子裡面出來的 所以他在講 苗我 是從這個角度進去看 從種子 種子位跟線形 種子生線形 線形 生線形 這個東西去解釋這個東西 為什麼沒有人說 明明我就在這邊 明明我就可以自由意志 事實上 你等一下我講完之後 你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 你自由意志的東西 都是業力的作用而已 事實上我們是 身不由主 只是我們大家不知道而已 所以簡單的說 我先簡單的說 我先簡單的說 就是以前我們牲口液 所造作的業 產生的習氣種子 放在阿拉耶斯當中 然後它就會變現 變現外面的氣勢間 那氣勢間會變什麼氣勢間呢 看你能夠受用什麼氣勢間 就是山河大地 你能夠受用什麼山河大地 你受用歐洲很美好的環境 受用台灣的環境 或者受用非洲的環境 你的阿拉耶斯就會參與 你的種子會參與 所以它是微視 外面的氣勢間 就是從你那個洗起來的 裡面裡面有大的環境 小的環境是我們自己的住宅 那它為什麼說是阿拉耶斯這個變 不是你一個人變 它所有的 能夠受用這個地球 受用這個地球 所有的眾生 你看得到看不到 它受用這個東西的 所有的眾生 有四的眾生 有八個四的眾生 有絕獸的眾生 它的阿拉耶斯 是共同才能變出來的 所以當以前還沒有人的時候 恐龍的世界 那是恐龍的八世 第八一世 那變出來 是那時候的環境 又跟現在又不一樣 那以後人不存在的地球 還是存在 那還有很多眾生在這邊的 那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是說 我們受用的東西 比如說天人受用的東西 它變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們受用的東西 是變出來的這個樣子 那回到眾生變出來的東西 同樣的一個時空之下 你能夠覺受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 外面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看你視變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的覺受 那個業力會讓你覺得 那個東西就是 我們就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 就是讓我們很難突破的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 我們都是 為什麼講假講空 講假有 因為它實在就是這麼實在的存在 這因我們業力的關係 就是講三合大地 那這樣我們的身體 也是從以前所熏習的種子 變成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五運的身體 所以那個十二運元裡面講 十二運元裡面講 四元明色 明色遠六入 明色就是五運裡面的東西 這個東西根深我們的根深 也是從種子裡面變出來的 大會我用問這個文 文藝上來講的 跟你們解釋一下 比較細的解釋 因為它解釋得很細很細 我先大概講這個東西 這個觀念 這個概念 然後它產生我們能鎖的作用 我們覺知的作用 是從四裡面來的 四裡面所產生的東西 那也是種子其現性 我們四就是分別了別 分別了別 為什麼我們有分別了別 那個作用 那個能所 從四的字體分裡面變出來的 我們所謂的見分 相分 那為什麼會 它的作用就是虛妄分別 那為什麼會虛妄分別 產生這種作用 因為你以前種的種子 是虛妄分別的種子 它產生的結果的 產生的作用 現在的作用也是 你四取作用 四在取作用的 就是虛妄分別 所以它也是四變來的 四也不是亂變 從以前你的種子來的 所以外面的世界 我們的世界 外境 內境 都是四變來的 然後你起的原力的作用 你的覺知 你這個覺知 我覺得我可以覺知啊 我可以感受很多東西啊 那個覺知 但是也是要怎麼樣呢 當它那個起線型 我們以前種的種子 它起線型的時候 起線型就是 果報現前的時候 你會碰到什麼 人事地物的靜的時候 身體的根接觸那個靜的時候 你那個 你那個 能取的那個東西才會起來 事才會起來 才會了別作用才起來 所以 你的覺知 也是因為種子起線型 你才有覺知 雖然有外面的氣勢間 有你的身體 可是你的覺知 也要 種子起線型 然後 跟對那個種子 那個起線型 那個果報 你的事才會起來 事起來的時候 了別作用才會起來 那原力作用起來 你才會知道 你才會覺知是什麼東西 然後重點是 我們事起來的時候 我們去圓的 我們去抓的東西 不是外面這個靜 是它跟 跟去接觸到外面的傷口 跟出去叫外面的時候 你的第八意識 會起這個 類似這個外境 那個影像 就在你巴士 巴士天中裡面 那你的眼視 去抓的影像 不是外面的影像 是巴士裡面的相分 也就是說 你的前五世 去抓取 你認為是你看到 你聽到什麼東西 那個影像 不是外面的 是巴士天中裡面 所獻起的相分 的影像 然後 根據這個影像 根據這個影像 你就給它 立一個名字 因為在世俗上 我們需要溝通 我們在想心所 就是於盡取向 然後種種名言的 案例為頁 我們就把這個影像 我們把它設立一個名字 叫做 就是假的案例 這是桌子 這是什麼什麼 好溝通 那同樣的 佛法的名像 也是假案例 它也是假的 那為什麼是假的 因為我們所接觸的影像 我們在世俗上 我們沒有辦法懂一切道理 沒有辦法懂一切道理的時候 我們都是假設 包括我們物理的原則 化學的原則 什麼原則 都是假設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它究竟為什麼 就好像四百年前 牛頓發現有地心引力 到了四百年後 愛因斯坦 他那個相對論 他要推翻它 沒有地心引力 那時空 時空的塌陷 物質上的時空塌陷 所以那個東西 會繞著它轉 不是它在吸它的東西 所以一切的東西 我們都是從哪裡 世俗上都從假設來的 因為事實的真相 我們不知道都是假設 那佛法它為什麼說 也是假案例 為什麼它是假 它為什麼 為什麼佛法那要假案例 它所有的名像都也是假案例 它為什麼 因為眾生顛倒 眾生在虛幻風別裡面 那佛法 安逸很多名像 來講這個道理 假案例這個假的名像 它是為了讓人來解釋說 一切都是希望分別 它 語言文字是希望分別的產物 那佛法案例很多名像 它居上也是希望分別的產物 它安逸這些名像 就要來告訴大眾生說 這些都是希望分別的假像 它安逸這個是來告訴你 假的安逸來告訴你 這些都是假的 所以它也是 所以對法 你也不能 不能 你要去了解它 可是 不要執著它的文字 所以說這個狀況之下就是 為什麼 世外無境 內境外境都是 世所變的 它是 緣起信空 它都是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緣起信空 緣起信空 就是 持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它不會無中生有 我們原理作用 能取所取 為什麼是沒有 它也是 總之起信型 它世裡面起的 這個見分的作用 它的作用要起來 也是緣起信空 也要靠外面的 起信型的東西 這個名像叫做所緣緣 所緣緣就是你見分 你的原理作用要起來 你的事要起作用的時候 外面的對象是 你所緣的對象 它所緣的對象 也是你世生起來的緣 沒有那個東西 你的事原理作用也不會起來 你的見分也不會起來 所以講了 講了半天 所惡的一切都是什麼 都是緣起信空 那有一個 有一個我可以做主嗎 沒有一個我做主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裡面的世界 包括你原理 你能取所取的所有的作用 它的生起 你的覺受 通通是緣起的信空 沒有我 那那個我是 在佛教裡面 在佛教裡面它講那個我 跟世俗上講的我 是有點不一樣 它是講 主宰 沒有一個人可以做一切決定 它都是種子起現形 現形生現形 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一個我的主宰說 你決定所有一切 比如說你早上起來 你覺得說你 你覺得決定你要喝牛奶喝豆漿嗎 沒有 你能夠受用什麼你就會碰到什麼 不是你決定要什麼 這個身體也不是說 你的身體你要什麼就要怎麼樣 那看你以前種的種子起現形是什麼 你明眼種子是什麼 你的葉種子是什麼 由不得你 所以沒有 他說沒有我 當你覺得你有我 我的時候 那所有一切問題就會產生 因為有我的時候 我的東西屬於我的東西 我的家人 我的錢 我的什麼有一切 所有一切 我的面子 我的名 我的利 我的所有一切 你的一切 你的一切 貪愛 跟嗔恨 就是你覺得他很可愛 你就貪愛 然後你討厭 而是嗔恨 不喜歡 所以一切的煩惱就來了 由我 一切煩惱就來了 所以他一直跟你講 沒有我 然後他來解釋這個東西 所以這有我沒有我 這是學活上達是一個 基本觀念 基本觀念可是他是太重要了 基本太重要太重要 就是有我 就一切問題就是會產生 那其他的 我們以前接觸的都是 他也跟你講沒有我 無我 可是他還沒有跟你解釋這麼多 為什麼無我 我還是覺得我 我能看啊 你能看那個看的東西 是八十天鐘的相分 然後你用這個 那個八十天鐘相分 你是取一個名字 假設一個名字來弄 那一切都是緣起性空 沒有人可以做主的 那佛教他講 你看那個二聖 他還講無我 苦空無我 無常苦空無我 他還講他還無我 因為有我就是 有我就是 所有的煩惱都來了 這個我 為什麼佛教 不管是二聖 大聖 他講一定要講 他講無我 因為在 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 幾乎所有的宗教 包括以前印度的 佛羅門教或怎麼樣 他就有一個神 創造一切 創造我們的身心 他就一個神我 一個泛國 所以佛教他是 他是革命性的 是跟所有的一切宗教的 不一樣的 所以我看過 國外的學者 很多學者 他不了解佛教 因為他分成兩個 有神跟無神論 有神論 有神論就是 所有一切都是神創造的 包括我們的身體 包括我們所有一切 你就是神不高興 你就會受處罰 神高興你就受到賞識 他們是這樣子 幾乎所有宗教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求平安久 怎麼樣怎麼樣 要跟神求 可是佛教講 不是啊 這個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神 有啊 有沒有佛 有啊 可是 他不能決定我們的 我們是因果關係來的 他不能決定我們 我們身體也不是佛創造的 不是 都是 講難聽一點就是 自作自受 因為你以前訓習的種子 產生外面的境界 裡面的身心 然後 所有原力作用 能取所學的功能 也是因為 以前種子去現行 然後現行 生現行 這個正上圓的關係 左原原就是那個正上圓的關係 你那個原力作用才會起來 沒有人來做主 所以佛教是革命性的 他是破除你這個東西 所以 除了佛教以外 沒有一個宗教說 你也可以成佛啊 沒有啊 所以國外有很多學者 他們對佛教很難去理解 他們就是 一刀切這樣子 有神無神 有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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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過喔 還有國外寫者說 佛教是無神論 因為我們個人的成就 各名的什麼 所謂的得失什麼什麼 這個跟神都切割得很清楚 就自作自受啦 那講難聽一點是什麼 自己騙自己啊 這個所有境界是誰變出來 你變出來了 當然不是一個人變出來 是共變的部分 然後你的絕獸也是從哪裡變出來 從第八四變出來的 那你不是自己騙自己嗎 你認為是真的啊 因為自己變出來的 然後那個絕獸也是自己變出來的 所以你說這就是這麼真實啊 那如果沒有佛菩薩 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解脫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這一個 那是有正量的 才會看到這個啊 所以才會在文藝裡面講喔 這個 那個 見到位的時候 見到真如的時候 跟本智所生的那厚德智 你要看到這時這個真相 你才要看到它怎麼變的 它假在哪裡 虛妄在哪裡啊 可是我們看不到啊 我們就是講難聽就自己騙自己啊 就是比較難聽一點啊 但是正確講法自作自受 這是在講萬華為師 所有一切剛剛講的這四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跟第八一事 跟你的事 沒有關係 通通是由它而來的 那為師無境 你這個境都是它變出來的 離開它還有這些境啊 都是從它那邊出來的 離開它還有什麼境 沒有啊 連絕獸都沒有 絕獸也是希望分別啊 所以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感覺啊 那是世俗上的東西 都是很多 內外都是自己變出來的 所以它有沒有能取所取 沒有啊 有沒有一個主宰一個我一個法 那個法也都是 第八一事裡面變出來而已啊 它不是亂變啊 它是緣起星空啊 持有故彼有啊 你以前訓習那個種子習氣 那種子習氣 你看得到摸得到嗎 看不到摸不到 可是從有一切都從這邊現行的 所以它就沒有我法 這是錶的上來的阿蘇 那打開它直接講這些東西 它解釋這麼多 然後 然後我把這個文 很快的給你們 帶領大家看一次 一個作用就是 這不是我自己亂想的 這是佛菩薩講的 不是我亂想的 第二點就是說 你學維世的話 你在看文 跟其他的法門東西不一樣 像我們你可以 你可以一段一段的看 在維世 你要一個字一個字看 因為每一個字 它都有特殊的含義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就是 就是難就是 難在那邊 那我以前剛剛學維世的時候 我常在想 為什麼 為什麼維世你的文字要那麼難 要一個字 真的是你要一個字一個字看 後來我才發現 我想說 為什麼不把道理講清楚就好 為什麼要那麼難的 因為賢藏大師他翻譯 賢藏大師 你看他對維世 他去印度留學的十幾年 跟外道辯論 成就這麼大 他對維世 對佛法的了解這麼深 他一定很了解 他的密意 佛法的真實意在哪裡 所以他翻譯的時候 很小心 很謹慎 每一個字 我裡面的含義都很多 所以他不隨便亂翻 他說很嚴謹的對待這個東西 所以他翻出來的東西 我們會發覺那個賢藏大師 翻出來的東西 念起來就是 不是很流暢 因為他很嚴謹 他知道不能亂講 一定要盡量的貼切佛法的東西 因為本來 語言文字本來就是 假安利 那些 虛妄分別的產物 配合我們虛妄分別的 這種事的作用 我們這種染事 還沒有轉移之前 我們這個作用 虛妄分別的 虛妄分別的作用 產生的語言文字 所以他很嚴謹的 要用這個東西來講出 不是虛妄分別的東西 所以他很小心 他潛持用字很小心 很小心 非常的嚴謹 所以他的東西就是 你要慢慢的看 一個字一個字看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 我剛剛講的是 先把這個東西講清楚了 這個東西講清楚了 為什麼不一世 沒有一樣不是世變出來的 沒有我 包括原力作用能取 都是世來的 那我把這個文上的東西 一方面也是 就是 對於比較初學的人 你要看為事的東西 你要一個字一個字看 慢慢看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在講什麼 你要用心去看 但是你有這個基本概念 你就容易看 我帶大家把這個東西 因為他講得很細 這一點是 其他的法門你看不到 我覺得 這個東西你們不懂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因為他講得這麼清楚 其他的經論都是 大部分都是 也有解釋比較少 但是他講的結論 結論我們有時候很難 除非是善根立志 人家一句話就開悟了 我們就比較難 我們一定要知道原因 我們就先就 文字上的東西 表的方面來說 我很簡單的 因為他從第二件 一直到第七件 都是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 裡面抓一點他的重點 跟這有點關係的 我就不從這個 不從這個傳統的 傳統 你要從阿拉耶穌巴士講完 一直講講 那要講多久 我把重點跟大家講一下就好了 事實上我覺得 大聖壯英經論 它是很 你看起來文字很簡單 可是很容易懂 很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他 如果你從 你去看成為師論 或者是 與其是師弟論 他從最 最基本的意思 一直講一直講下來 可是大聖壯英經論 他這個 基本的東西 他都沒有 沒有解釋很多 他直接跳到後面來講 所以說 這個基本的觀念 大家慢慢把它 把它建立起來 或者 或者你會覺得 大聖壯英經論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 我很快的把這個文藝 弄過一次 跟你們帶過你們一次 這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這個文藝你講下來 你會更清楚 這就是 成為師論卷第二 它 阿賴耶士 因緣立故 它字體生起 起線形的時候 它內變為種子 就是它儲存 所有你以前三葉型 深口玉所熏息的 所有的葉型 所有的種種的 熏息出來的種子 它都放在裡面 然後它的裡面 它對內會變成 我們的身體 對外會變成 上和大理器事件 然後它起的原力作用 也是由它來變來的 然後它所原力的作用 所變為自所圓 它去圓的也是 它自己所變的影像 它是來講這個 可是這一句話裡面講的 你如果沒有再解釋的話 事實上太抽象了 所以它後面 這是講重點 後面來解釋 我們先來講說 它怎麼變 這是其他法門它沒有講的 它怎麼變 它變那個有根生 變我們的身體 五運生 這個文 有根生者 為異熟識 不共相種 成熟利固 變識色根及根一處 那異熟識就是 第八一世阿拉耶識裡面 它的種子 它的變化 變成我們的色生的時候 它變成兩種 一個是色根 一個是根一處 那色根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 鏡色根 就是天眼才看得到的 就是內在的一些作用 它會起種種 器官的作用 根的作用 那個作用是我們看不到的 根一處就是浮塵根 就是它作為內根的 椅子的地方 白話來講就是我們器官 它不共相種 不共相種就是 我們每一個內根都不一樣 它是不共相種的不共的種子 會變化這些東西來 那不共中的 共相種 就是跟我們的外在器官浮塵根有關係 它怎麼 為什麼它叫不共中的共呢 因為浮塵根這個器官 我們可以共用 所以一定要共變才會共用 所以它共的部分 它共種的部分 所以我們血型對的話 我們可以共用 我們器官可以共用 它怎麼變 內大種即所造色 我們是從地水浮風 就是大種 就是四大種 地水浮風也是從地水浮風 四大種的種子起現形 然後所造我們身體 我們的色 就是物質 我們身體這個物質 也是跟它相應相關的色的種子起現形 所以它能夠照色四大種起現形 然後相應和合 色的種子起現形 就造就了我們的色根根跟衣處 它是這樣造出來的 然後還有一個字就是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色 這個色 它為什麼講色色根 及根衣處 這個色的意思就是 就是不共中的共 都是它的共向種 所以 人看起來都是 都是人的樣子 都是兩隻手兩隻腳 五官 都是 都是 每一個人看起來都是 這方面是 不共爭的共識 看起來都一樣的 這是我們 它在共變的部分 是 相相 每一個相都相似 每一個人看起來 只要是人 只要是重通分 你是人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有共向種成熟利固 所以 於他身處 厭亦變 四筆 四筆 這個四就是 四色根及根衣處 它這裡在解釋 這個 這個四是什麼意思 是 大家看起來都一樣的東西 然後 這個器官我們可以共用的 然後 所以說 如果沒有這種共向種的話 不耳 應無受用他意 如果沒有這個不共生的共向種 這個共向種 從熟利固 大家看起來都一樣 大概器官都一樣 五官都一樣 而且還可以 還可以受用別人的 但是我們 那個內根是不能 只能自用 不能他用 那器官可以他用 有共向種 所以大家看起來 只要是人都一樣 這五官 都有五臟內腐 都一樣 但是變出來是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人 也是共變的部分 我們人 我們人 你當初的人 這個 這個哺乳動物 這個人 也是我們 要跟外面 三合大地 共變的一樣 大家一起變這個人 你能夠受用這個人的身體 大家一起共變這個人 這是共變的部分 這是 身體的部分 是怎麼樣變來的 那外面的三合大地 它是怎麼變來的 類似 下面就講 怎麼變我們三合大地 所言促者 唯一熟識 就是第八一識 由共向種 成熟力固 辨識色等 氣勢兼相 它又用四了 即外大種 即所造色 一樣 跟剛剛一樣 它是外面的大種 大種就是講 激水普風 它的悟性 由四大種 它起現形 產生了那個四大種的悟性 跟外面氣勢間 造成氣勢間 那個色法的種子 相應和合 造就了所有外面的氣勢間 那會不會講四 跟剛剛一樣 它是共相 共變的 三合大地不是你一個人變的 是大家共變的 所以它用四 所以你看唯一四就是你每一個字都 它有它的含義 它的精神意義在那邊 你要把它叫四 就是大家共變出來了 大家看到陽明山 大家都會知道那是陽明山 不會你看的是七星山 我看的是陽明山 都是大家共變的 再往下 雖諸有情所變個別 而相相相似 就是講說 為什麼四色等氣勢兼相 就是相相相似 這是共變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起來像 我們都看起來是 會看出一樣的東西 不會每個人看的不同 處所無意 處所無意 我們看了 我們看這房間是房間 不會你看的是房間 我看的就是不是房間 如眾燈明各變是一 燈的照明燈的光亮 燈在任何一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只要是人看起來就是燈 因為這是我們共變的部分 所以者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如氣經說 就是經上 經論上說是怎麼樣 經上說 一切有情 業增上力 共所其故 這叫做就是我們共業 一切有情 一切有情 有情是我們總生 通常講有情 只是你有覺知 有事 有八個事 這個叫有情 沒有八個事的 就是有生命 但不見得是有情 一切有情 增上力 它的共業 我們大家的共業 變出來這個善和大力 因為是共業變的時候 我們大家看出來都是一樣 下面講這個重點 為什麼我們會變這個世界 是因為你受用什麼 你就會變什麼 這個事情是很嚴重的 對我們修行喪失 我們要非常警惕的 下面講 為什麼你會變這個樣的東西 我們會共變這個東西 它告訴你 理由 原因是什麼 然所變土 本為色身依此受用 故若於生可有此用 便便為彼 就是你的因果 我們說因果報應 你的果報 你以前種很多好的山根 你應該受用很好的地方 你的八四田中的種子 就會 共變出一個很好的地方 然後你就出生 會出生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以前種的種子 善的種子比較少 可是也是有善 那你可能 共變的部分 你能受用 身體能受用的資據 你能受用的資據 可能就比較不好 那你可能出生在哪裡 在非洲 你的第八四 那個 可能會 會 會變出這個 你變出這個 共變在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業力就會帶你去 所以這個重點是 你能夠受用什麼東西 它就會變成什麼東西 所以有一個人在這邊 變什麼東西嗎 有一個神 賜給你什麼東西 沒有 可是你種子 你的果報上要受什麼東西 你就會 你的事就會參與那個東西 就是你生長在不是地球的地方 不是在欲界 你可能在社界或者哪裡 你可能在這個地方 彼氏益德 變為此土 只要你要受用這個地方 你的果報是要受用這個地方的 就算你人在外 你人在別的地方 你也會變成這個地方 然後你來這個地方出生 這個是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所以它就 它這個 它在後面跟你加強的解釋說 故氣勢間 氣勢界將壞 出城 雖無友情 而亦現有 它這裡是在講說 不是你一個人變的 所有人 會生長 會受用這個地方的 所有的 一切有情眾生的 第八四 共變出來的 所以以前沒有人的時候 還有很多眾生 生長這個世界 它要受用這個世界 那時候就 它那些 有情眾生 它變了那個世界 所以說沒有人的時候 還是有這個世界 氣勢間那個世界 此說一切共受用者 這是 這是大反 大的來講 我們共變 共同受用這些東西 若別受用 準此應之 那 共中也不共 準此應之 這是重點 我把它 把它弄成比較重的顏色 鬼人天等 所見異故 這是別受用 這是一個重點 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 因緣果報 你會受用什麼 世界你就會 共變那個世界 然後你就會來 第二個是 來的是 它的不同的 界的 不同的 鬼界 人界 天界 它變現了出來 你做一種東西 它會完全不一樣 一樣的地點 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時間 可是 你覺受是不一樣 比如說 天人 天人它的宮殿 我們就不講我們時間 天人的宮殿 它是定果色變出來 它有定 它是定果色 雖然是色法裡面 它定果色 它享受一切 圓林 宮殿 因為它以前種的 扇根果報 它現前 它有受用這麼好的東西 它就會看到那個東西 它就會變那個東西 那我們 我們沒有 沒有那個 那個扇根 那個因緣果報 我們就看不到 因為我們不能受用的東西 你就看不到 那地獄裡面 那些油鍋 那些刀山 要去的 鬼去的 那些眾生 它認為都是真的 而且苦的逼迫也是真的 可是我們看得到嗎 看不到 因為我們 我們八十天中 起線形 我們沒有要受用的東西 所以你看不到 鬼道中生 也不是每一個鬼道中生 都會要去受用那個東西 就是惡鬼界 可是要去受用那個東西 你的第八一四年 你們的種子起線形 就會 就會 就會產生那些 油鍋啊 倒山啊 你就會認為這是真的 所以一樣這個世界裡面 每一個界裡面的人 它的 第八一四變出來的東西 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說 為什麼它是假 那你說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是房子 還是宮殿 還是油鍋 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地點 完全四手變了 所以 佛菩薩跟我們講 都是假的啊 都是你四手變啊 如果你是真的有實體的話 請問那到底是三樣 是哪一樣 沒有 完全是假的 都是你 因緣果報 你的業力來的 他在講這個 所以我們就 修行上我們很小心 這兩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就是 你要受什麼果報 你就會變什麼身 你就會去那個地方 那個東西從哪裡 種子變來了 所以你要不要很小心 你每天 種的種子 訊息的種子是什麼 等它起現行的時候 那誰也救不了你 你現前的就是東西 它的逼迫性就來了 因為它的業力 你會感受它的逼迫性 事實上它有沒有 對佛菩薩 對俗力上來是有 對真力上來就有 哪有這個東西 都是幻化的 所以金剛精三 他在說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做夢一樣 可是夢裡面 我們覺得那都是真的 這是兩個重點 所以他講的 就很詳細的 說這個氣勢先是怎麼來的 講來講去都是種子跟現行 有一個人在那邊變化變給我嗎 沒有 一切都是你的種子自己種 不是別人幫你種 那你絕受什麼東西 也是你自己種子起現行 底派事前現行 所以他說 不管是外面裡面什麼 一切為事 都是事裡面出來 如果你把這個事拿掉 還有嗎 沒有啊 都是因為事的作用啊 天人看來不一樣 我們看來不一樣 委屈眾生看來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事的關係啊 那到底是誰是對 就是事的變化 荒話的 這是講 身心 氣勢間 動心 然後再在講 那現在在講說 身心的世界 我們色身的世界 沒有我啦 外面的世界也沒有什麼 什麼誰變出來 還是你自己 事的作用啊 那 我的色身 跟氣勢間 這兩者的關係 他現在講是講 這兩者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怎麼看到東西呢 我看到什麼東西 就是兩者的關係 剛剛講 氣勢間 講 人 身體 五應身 這兩者的關係是怎麼樣 連結來解釋 他第一卷喔 陳衛森第一卷就跟你講的 講得很清楚啦 但是他也是先把原則 跟你講 然後後面 整部陳衛森都在講這個東西 他們結論就跟你講啦 然後後面都在講這個東西 就解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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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選最簡單的啦 因為太煩了 大家都很害怕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感想啦 你學為事 要跟學數學一樣 我們數學為什麼都學不好 我也學不好 我很怕數學 大家都很怕數學 就好像大家都很怕我一世一樣 因為學數學喔 你不能一直被他攻勢啊 你一定很慘 老師一變化你就完了 你永遠搞不清楚 可是那個學霸人家喔 他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學霸跟我講 數學很簡單啦 數學就是一種思考的模式而已 對他來講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就是思考的邏輯推論 就是一種方式而已啊 很簡單因為他弄清楚啦 他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啊 我們一直被公示啊 所以你一直被 很多佛菩薩講的結論喔 你到後面是真的搞不清楚 而且你會認為說 而且他好像 這本經跟那本經講的不一樣 是他的篇聖說不是不一樣 那學到最後我們會有一點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原因 你了解原因喔 就像人家那個 那個學霸在玩數學 玩得很開心 那我們是很苦惱啊 很苦惱因為不曉得為什麼 等你知道 我一次等你知道為什麼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 他真的是很棒 他解釋那麼清楚 多好啊 就是 這是 這是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就 你要跟學術學一樣 事實上這個喔 這個跟老師也有點關係啦 我以前我在南部念高中 我們高中一個國文老師 國文我們大家不太喜歡 那國文老師他 他是一個作詩的一個專家 所以他上課喔 他上課大概30分鐘講的課文 然後其他的時間都是在講詩詞 我們全班用來聽了三年 然後 我發現我們很多同學 全班因為老師的影響 全班對詩詞都很喜歡 我們在那個 那個同學的群組裡面 還能發表他對詩詞的心得 哇賽 那些人都是沒有念大學的喔 啊 那就是種練舞喔 賣菜的喔 他對詩詞那個 那個發表那個他那個看法在群組上 喔你會嚇一跳 你會 你會以為是學哲學的 因為我們也有碰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所以本來國文大家也是很多人不喜歡的喔 他影響我們一輩子 連那個靜練舞喔 他都可以講一套詩詞給你聽喔 我們的同學喔 我常在想我數學 如果碰到好老師 我的數學也不會很糟嗎 所以說我想這個經驗 我想說我把經驗跟大家講 就是為是不是那麼難 不是那麼枯燥無味 你知道從剛剛講到現在 他都是講道理啦 告訴你原因啦 如果我告訴你一大堆結論 一大堆法句 你能用嗎 他很神喔 所以為是是 你剛才說好不好玩 好玩 推論啦 他跟你講這麼清楚 一點的不古早味啊 然後你有這個觀念之後 你再去看佛菩薩講的東西喔 之後講完之後 你去看看 健康經你看看 那些東西你已經看不懂的東西 你去看看 欸 好像你懂啦喔 你會很高興喔 現在在講 設法跟我們外面世間 跟我們這個身體無印深 就是原力作用 這兩個關係是怎麼連結起來的 他為什麼是為是 他為什麼是假的 現在講這關係啦 你看他邏輯講多清楚啊 論約 世間聖教說有我法 但有假力 非有實性 這句話就是很 已經很難懂了 你看到這很簡單 世間就是我們世俗的世間 凡夫的世界啦 聖教就是佛菩薩講的東西啦 不管是世間或者聖人或者佛菩薩 他說有我跟有法 都是假的 非實有性 所以你看到說 你去誦經的時候 經的開頭 如是我聞 我啊 誰講的 佛講的啊 他告訴你說佛講的我 都是假我 不是真我 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 世間我們講我嘛 佛經裡面也是講我啊 可是佛經裡面講他跟你講的是 都是假假的我 他是假借這個 安利這個名字叫做我 事實上沒有他 他沒有我 那佛菩薩也講我 如是我聞 我也是講假的我 你不要當真 不要以為佛講的是 真的有一個我 他是假我 這句話是講這個 這句話你看每一個事都很簡單 可是他讓你意理深不深 如果剛剛沒有解釋這些東西的話 剛剛沒有我們講了 講了一個多小時的話 這句話跟你講 這個結論跟你講 你可不可以搞不清楚他為什麼講這樣子 所以佛經裡面看他的我 就是假我 不是真的我 他不是他假用 假借這個名字我 然後他來解釋什麼叫我 他講我是什麼意思 法是什麼意思 那我法就是講我們能所 那個我 那麼就是說 我有這個功能 我在看啊 我在吃啊 我在用啊 為什麼我啊 那能 所就是我們對象就是法 他來解釋 就是法 我跟法 他我為主宰 就是主宰就是 為了上講的 沒有一切法沒有自信啊 沒有自主之性啊 沒有一個主宰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可以決定的 都是事你的因緣果報決定的 沒有你可以決定任何事情的 沒有主宰你不能決定的 一切都是事所變的 你有那個主宰性 就是要說 法為鬼詞 他這個是 他是一千年前的翻譯 鬼詞 我看到這個也是 也是剛開始看到鬼詞 他是鬼犯 他叫做鬼犯認詞 鬼犯他的解釋是說 書記他解釋說 能生物解 能夠生起這個道理啊 那認詞的就是講這個向上的東西啦 就是向上跟向上的道理啦 那以我們白話啦 勉強來解釋他就是 法就是什麼 就是 一切事 一切物 一切理 叫做法 那什麼叫一切理呢 就是 物理跟道理 有形的東西叫做物理 物理這兩個名詞 我覺得他翻譯得很好 據說那時候日本人翻譯的 就是所有設法 所有的物的道理 我翻譯得多好 物理 就是所有的道理 設法裡面互相之間所產生的 作用的道理 我們不是有四個道理嗎 官代道理嗎 它有作用的道理嗎 它那個作用的道理就是 就是物理 道理就是我們佛菩薩講的 或者聖人講的 形而上的東西 那個理 那個理路 那個原則 所以法就包括這麼多 一切事 一切境 一切物 還有一切它所產生的道理 叫做法 這個法跟我 比二具有種種相傳 它是展昌一切 無量於邊的相 所以我們欲界 就是相 那你如果離一切相 你如果誤為他離世的話 那你不吃不喝嗎 我們用的 我們用的斷食啊 那都是相啊 哪裡也不是相 我們活在就是相的世界啊 雖然相是很虛妄 可是我們活在我們沒有相 遇見就是相啊 碰到痛就是相啊 所以對佛法你要有 嗯 了解那佛菩薩真的來講的意思 就產生種種相 我種種像 我是指什麼 為友情 命哲等 友情就是 就是眾生嘛 它為什麼把友情跟命哲都要講呢 有命的不见得是有友情 有命的是它有生命会生长的 比如说植物 它是命者 可是它没有八识 它没有绝受 所以你不能说植物是友情 友情是有植物 我们有八个识会取绝受的 那打一个叉 在我们佛教里面 我们讲说不杀生 请问杀生的定义在哪里 定义就是 不是它是什么多细胞动物 或是什么动物 就是它有绝受的 它会感觉到痛苦的 你损害它 它会很痛苦 它会很恐惧 它有那种绝受的 就是它有八个识的 这种东西就是 你伤害它 你就会有杀生的罪过 跟你那个石头啦什么什么 那不一样 跟你的命者 那不一样 那个植物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在那个戒例里面 它叫做韩世 它不叫友情 它杀生讲 杀生讲 它讲韩世 它说于诸寒世无害心 就是一切有部律讲 这律里面讲的 它的杀生韩世 那韩世就是 佛菩萨也有事 鬼神也有八个识 我们也有八个识 动物也有八个识 只要它有绝受的 它有八个识 这个都你不能去伤害它们 这是戒律上的 叫做韩世 与一切韩世无害心 就是我们要 连起那个心都不可以 所以有情跟命者 稍微讲一下 那欲留一来就是 有情命者就是讲 世间反复 然后包括就是 欲留一来就是讲 就是欲留就是出国 一来就二国 等嘛 就是包括圣人 他用等嘛 就是圣人 不只是讲这两个等 都是讲我 种种相 都是讲相 那法的种种相 为实得业等 实得业它就是 那个外道在讲的 它以前他们 婆罗门教的他们那边 实得业实是体 它讲这个宇宙法界的存在 就是有这些基本的原理 元素 它实是体 它德是道德 业是业用 有同有义 有合合怎么样 这六种 就是他们以前他们熟悉的 这来解释 解释对法界的 那以佛教来说是运居处 就是我们有五运僧 六根 六根对六成就十二处 加上六个四就十八戒 这种贩子就是这个法界 然后转 什么叫做转 它不是有种种相转吗 种种相是这个 转就是随缘失色有益 就是每一个像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他讲说我们的 我们的觉受 我们的元律作用是怎么出来的 彼像皆于事所转变而失色 这些像事上都是 我们去失色出来的 是事的转变出来的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事为了别 事的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了别 就是虚妄分别 便为转 为事体转事二分 就是我们能取 跟所取 这个能取 是从我们事体里面变出来的 就是 元变 生变是会生色法 元变就会省得见像二分 是从事体里面的叫做自正分 就从里面变出来的 也是事变出来的 我们那个功能 了别的功能也是 见像二分 就是能取所取 这也是事里面变出来的 他告诉你 这东西是哪里变的 是事变出来的 事的字体变出来的 一失二分失色我法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功能性 能取所取的功能性 我们把他失色叫做我法 这是告诉你是我法 怎么来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重点 有气势间 有我们的色身 五音声 然后我们 变出这个元力的作用 见像二分 然后我们气势间跟我们之间 见像二分产生什么作用 就是 就是跟你解释这些东西 就是他告诉你 这两者连结起来 我们怎么看到东西 你看到什么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 这是重点 前面这个解释都还算是比较 只是解释而已 现在重点在这里 佛父内视 转视外见 这句话是很 很不容易了解的 你不是为事有 有基本概念 这句话你是 你是会很迷糊的 不想来讲什么 内视转束外境 就是 当你果报现前 种植起现行的时候 那个境界来的时候 你的根 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你第八意识 会起一个影像 叫做相分 那个相分 就是 会跟外面的很相似的东西 会产生的影像 在你第八意识 内视是什么 内视讲 第八意识 转 它是变化 是外境 又用一个是 它不是外境 它是跟外境很像 那有多相 那要看你第八意识 那要看你第八意识里面的那个 能所的功能性 你的功能性有多强 那根压 那根压的人 那根压的人 他就是 能见 能分 那个见分 能力很强的人 他 他看到会比较清楚 所以是 内视 转视 外境 它有一个是 就是 你看到不是 不是外境 你看到的是 在第八意识里面 所产生的相分 那谁去圆那个相分呢 就是你掩飾 以掩飾来做 你掩飾起来的时候 你去抓第八意识 那个影像 不是外面的 重点是在讲这个 我法分别宣息利固 诸是生时便是我法 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 他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 总之是现行的时候 你要受的 果报现行的时候 那个境界出来的时候 你会碰到 碰到人 碰到事 碰到物 你要受用这东西 你跟他没有因缘对对的关系 他陷在你面前的时候 那个影像 那些影像是在那八十天中 会产生那个影像 那个影像在你八十天中 他是讲 试生时便是我法 但是不是外面 所以他说世外无境 你原来说是内识的 这个是重点 你看他是讲 此我法相虽在内识 那个影像 你去抓 你看到的东西 去看到八十天中的相分 的影像 我法相是在内识 是不在外面 你抓的是这个东西 是八十天中的影像 而由分别是外性线 就是 那个影像就是 会类似外面的东西 陷在你八十天中 这句话是在讲这个 那这段话 他很简单 可是你维持没有一点 基本概念 这句话你要念懂 他是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 你很可能会 误会他的意思 他也是重点 他重点跟你讲说 你看到的 就是影像 八十天中的影像 类似外面的 就讲这个 再来讲 这些影像 我们又给他一个假的名字 我再来讲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也是假的影像 你根据这个假的影像 你再给他假的名字 所以是假上加假 哪有真的啊 你去哪里找真的啊 你找不到的 下面再讲这个 诸有情类无始来 原始直 直是什么 执着 直取啊 为始我始法 你抓的影像 你又是真的是我 真的是法 Now 如幻梦者 幻梦立固 就是让人家做梦一样 你做梦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真不真实 真实啊 他从哪里来的 他从你 八十天中的种子期 现行来的啊 你的绝授 你觉得你在梦里面 吃大餐 吃得好高兴 你那个绝授好高兴 哪里来的 也是四遍来的啊 那个圆律座有一次来的啊 他说是独头 独头意识啊 根本没有外面这个东西 他说你心是变出来的啊 心是种种外境向现 是种种外境 因为它是种子起现行 你梦里面见到的 都是你以前种的种子 所以那个影像 都是你熟悉的影像 你绝对不会变一个 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种那个种子 原此之为实有外境 然后我们就认为说有外境 然后于夫所计 就是凡夫所计 死我死法都无所有 事实上都没有 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然后再按一个假的名字 但谁忘情而失色故 说之为假 忘情做虚幻分别 这是要再讲这个东西 时间到了 我们就休息20分钟 我们继续讲这个基本的概念 我努力的让这个维师听起来很好玩 这样子 一点都不故造无畏 然后大家都听得懂 我尽力想这件事情 我不要像数学院 把你们大家都吓走了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 用这样来讲 所以你会觉得维师哪会故造 哪会很难哪会怎么样 不会很好玩 把道理讲得这么清楚 你去拿那个法门 讲他这么清楚 解释这么 维系都跟你解释了 你再不相信佛菩萨 说我也没办法 刚刚讲的 这个讲说 这有情的 我们就把这个 不是假的 不是真的 通通通也是真的 有我有法 都是事所变的 原力作用也是事所变 他会起作用 也是要种种的 引起星空的东西 他才会起作用 他要所源源才会起作用 这些都没有 可是 凡夫 他都把认为是有 然后有的 然后 这些没有了虚妄的 这个假象 这个影像 然后忘情失色 然后我们希望分别 就给他按一个假名字 一切都是假的 然后我们再给他按一个假名字 就是假上加假 所以叫做假 因为没有一样是真的 就是讲这句话 然后这句话是 这句话再解释 那是为什么 佛菩萨 为什么 按理这些假的东西 要干嘛 我们方法也是佛菩萨按理 假的 假的名相 就是假的 你还用一个假名 由此契经 契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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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讲呢 他说 契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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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陀就是相对于这些 错误的看法 把它当作死我 死我法是可不犯法 这契陀 契陀就是浅除 去掉这些东西 为了要去掉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所执 死我法 所执 所执着的 真的有这个我 有这个法 故于 世所变 假说 我法明 世所变就是 这些世所变 这假安利的名词 也是希望分别来的 那为什么要 他假说我法明 这为什么要假说 立个假的 佛菩萨是为了 遣除我们这些不好的看法 所以他立一个假明 来去除我们假的东西 假的安利 来去除假的东西 这是佛菩萨的用意 为什么他安利那些 那些假明 这是明相做什么 就好像是 这好像是 这好像是 那个 波人里面 那个大赦对论 那个 那个讲的 有为空 无为空 有为无为空 他讲有为 是在破除 无为的执着 讲无为 是在破除 有为的执着 那最后跟你讲 有为无为空 通通没有 通通破 两个一起破 或者说 你这些假明是干什么 假明相干什么 就破除这些假相 就类似 类似这个 这是解释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 为什么要把他抓出来 你知道吗 可能有人觉得 这假的佛菩萨 你一讲那么多 那些假的明相来做什么 假明相就是为他破除 遣除 这些假的东西 他不用我们这个 希望分别所创造出来 有文字 我们也搞不清楚 他讲实相 我们也听不懂 所以说这个是假明 所以你看那个经典里面 讲我都是假我 他是假设 给我们假设 让我们知道 他在讲什么 事实上的不是真我 然后这边在他结论 结论是刚刚讲的结论 事故法律 法律包括我律跟法律 讲这些东西 你看这句话 你大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那个事法 你就搞不清楚在讲什么 所以还是要次第性 先讲这些东西完 你看这句话你就懂了 你知道了 他在讲什么了 然事法相从原生故 事故患有 都是从缘起性空 从云源所生 包括他那个 第八意识里面的相分 类似相似于外界的 那个影像 现在八十天宗的时候 他也是要所圆圆他 我们眼视才圆得到 眼视才会起来 才会抓到那个影像 所以你要抓到 你要看得到的东西 那东西是在圆变出来的 然后你要看到的东西 也要是有 那个 那个圆 那个增上圆 你才会看得到 不是还有影像 你都看得到 可是一切都是放话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你能看所看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都是你总之起现行 现行 生现行 所知死法 忘戏度故 决定会有 这是我们 虚妄分别 忌妒分别 是不是叫做 遍及所直向 遍及所直向 就是 就是这些虚妄分别来的 所谓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 爱一个名字是假的 这是没有的 幻化的 这是讲的重点 然后 这边他接下来解释 就是讲的 另外一个重点的时候 他用一句话 就是做个结论是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就是 事所言为事所现 就是讲这句话 这句话 他就是 佛跟你讲就是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 你如果没有前面 你知道这么多的这句话 你是很难 你很难了解他在讲什么 那现在讲 我们刚刚从一路下来 你看那句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讲什么 所以说经 经他的结论是很难很难的 是很难懂的很难懂的 那佛菩萨的论 是帮我们解释 这个东西 没有佛菩萨的论 我们也搞不清楚 这句话在讲什么 那现在这个结论 他讲 我们常常听到的 事所源为事所现 他在讲这句话 事故世尊说 此事当之 这是弥勒菩萨了 这是世尊跟弥勒菩萨讲的 结论 诸事所源为事所现 你能所都是事所变化出来的 依他起性如幻世等 依他起就是 就是缘起性空 就是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他不是无中生有的 可是他这幻化他是假的 都是幻化出来的 但是不是无中生有 如是外道于圣 所执 所执着的 支持的 离开这个是 离世 是 这个我法 这个我法 外道认为是 他所执着的 说离开这个是 也有我法 这个是 这是错误的 非实有 然后这句话是重点 故心心所决定不用外设等 等法为所圆圆 这个 这个计划是 对一个初学人是很难懂的 但是从我们刚刚一路下来 赤地下来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心啊 心是八世心王啊 所是 他所 无间言所引发出来的 他的心所啊 五十一个心所啊 这心事的作用啊 你能看到啊 你看到 听到了 你的觉受什么一切啊 不是外面的境 你不是圆外面的境 你是八世田中的 你的所圆圆 是八世田中的影像 他是这样讲的啦 那不管 疏水圆圆 心所圆圆 都是 都是你是圆八世田中的影像 跟八世 第八世是有关系的 跟阿赖耶什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句话证明是说 我们所看的 都是八天中 他是讲的 我们所看的 不是外面的设法 我们所看的是八世 八世田中的影像 他的所圆圆 所谓所圆圆 是你四生起来 它要起那个作用 你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 是你的眼睛所看 所圆的东西 可是被你看到的东西 也是那个因缘 让你的四起作用 原力作用 就是相应待的关系 缺一不可 就是互相为相应待的关系 就是互相为相应待的关系 你会看到 是因为 你的根是好的 然后 境界限前 这是 境界限前是你所圆 可是因为境界限前 因为根的关系 你的四的 原力作用才会起来 你的分别了知才会起来 然后是讲所圆圆是这样子 你的所圆 你所取所圆的东西 也是让你的原力作用 会起作用的因缘 的缘 不能说因缘 的缘 这所圆圆是这样子 这个关系 因为 稍微讲一下 因为 为世里面所圆圆是很 你去看这个成为世论 所圆圆 看到你一个头两个大 一个文字看了半天 所以你也不晓得在讲什么 因为真的是很不好讲 但是讲出来很容易 讲出来你就懂 讲出来 可是你要从文字里面 是得到东西 我那时候觉得 我也是吃很多骨头 看了半天也看不懂 这个 你们看了真视频看不懂 不要太气馁 基本观念要懂就好了 那成为世论 我看了两次 我也不晓得在讲什么 从头看了两次 我也不晓得在讲什么 真的 真的是 就是 你见不去就见不去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信了一个愿望 我一定要让很多 有心要学佛的人 要修为师 他都进得去 不要像我一样 赚半天 那我还算是幸运 因为我有疑问 我有老师可以知道 我可以去问他 当然 有人福报更大 老师 从头讲到尾 讲得很轻 那是福报很大的 这很羡慕的 然后 他在讲是他在讲的 没有能锁 最后他的结论也是能锁 如果我 我把刚刚这个文 跟这个文 我一开始讲这个的话 你们大概不晓得他 他在讲什么 但是 前面讲了那么多 你看这个文 你就会知道了 你就会 你知道知识 你就会清楚 你就知道要讲什么 这是解身秘经 分别于切品里面 他说善男子 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 这是大家很有名的一句话 可是他什么意思呢 即此心 即此心如是生实 即有如是影像显现 就是 他那个 种子其现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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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四田中 会起了一个影像 他就是那个影像 就会起来了 那没有说 你取的是 你取的是八四田中 那个影像 我有少法能见少法 你 你见的不是外面那个东西 是你取的是八四田中 那个影像 然后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八四田中自然 那个影像就会起来了 那你取的就是 八四田中的影像 不是 能见少法 不是外面的影像 不是 你能取所取就是 就是假的 都是影像 诸于夫由颠倒绝 于诸影像 不能如实之为是是 就是是所变的 你能取都是是所变的 做颠倒结 就是重点是跟你讲说 没有能取 都是假的 这是维世里面 《解真秘经》 很有名的一句话 可是它是结论 你前面不懂这些东西 观念 基本观念不懂 这句话你很难抓它的意思 那这一句话 它在分别余缺品 第六品中讲的才是很后面 它这句话是 它是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它是在讲直观 直观的影像 那讲直观 那讲直观 神魔塔跟皮波生 它在讲它的理论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这个 有漏的世界 我们的绝授 我们所有一切 种子其现行 所有一切 刚刚讲的 没有我法 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讲来讲去都是影像 你到了 到了圣者的境界 在修直观的时候 它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讲那个时候 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定中所显的 所以它是在讲 这个是在 原来是在 在讲这个 定里面所起的影像 直观你看到什么 那是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是三魔力所起的影像 是同分的影像 直观就是 比如说 神魔塔 就是在讲影像 跟我们现在讲影像 是一模一样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拿来这边讲 那这个 这一段话 那个 陈威斯伦也拿来讲 他还在讲 我们有漏的世界 我们的散行为的世界 也是这个原理原则 到了 你正的圣人 你入圣流 你有三魔地 你有定的功夫 那还是影像 抓来抓去还是影像 还是 第八意识里面的相分 你还是抓这个 只不过这是三魔地的功夫 的功夫而已 还是影像 所以 原理原则 它是通 有肉无肉 它是通的 它是 佛法里面的 在维世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理论 基本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一段 我拿这一段是说 来讲说 那为什么都是四变的 不 原理也是四变 什么都是假 然后安利的名字也是假 都是假 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 就算是假 为什么我们认为都是真的 它是假 如从梦觉知彼为心 我们梦醒的时候 知道都是心事变化的 梦里面没有样是真的 我们知道 何故觉时 于智色境 不知为是 那我们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我们不在做梦了 我们醒过来知道做梦是假的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在睡觉了 没有在做梦了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有 现前的所有的 色深还是 内境外境 都是 世所变化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认为都是真的 我们觉受也是真的 我们苦的逼迫也是真的 那痛起来也是真的 那真要命 为什么是这样子 来解释这一段 如梦未觉 你睡觉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 你不能自知 你是在做梦 要自觉时 方能追觉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追就是你回想说 我刚刚那是做一场梦 追觉 觉时静色 应知亦耳 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在做梦了 可是对于我们 世所造的所谓的幻象 到底是一样的 为真觉味 不能自知 就是我们没有正 真如之前 我们的根本字没有起来之前 我们没有正真如之前 我们不知晓得诸法实相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这些一切的幻象都是变化出来 我们不知道 对我们两个都是真的 因为我们的业力 让我们认为都是真的 就像天人看宫殿 他很享受 他是对他来讲是真的 鬼界中生在地域里面那些器具 对他来讲都是真的 我们看这个世界都是真的 因为业力的关系 总之是现行 他又就是那个力量 那我们就跑不掉 那就是真的 自真觉实 亦能追觉 当你正真如的时候 你正菩提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时候你才会知道 哪里是真的还是假 为什么是假的 你才会知道 所以跟本质 所生出来厚得智 他就知道 你都依他其的虚妄性 缘其性空 他虚妄性在哪里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未得真觉 横处梦中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在做梦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真如 我们没有根本智 我们有人我之法我之 就是你 你就是真如不能显现 你就不晓得 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故佛说 生死常业 所以他看在经典里面 佛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生死的常业 常业慢慢都醒不开 这是讲说 再来解释 再来解释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不晓得在世所变 因为你要正真如 你要知道诸法的实相 你才知道 一他起的虚妄性在哪里 那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一直讲 我们 如果佛菩萨不讲 我们都晓得他是假的 那佛菩萨为什么 一直要讲假的假的 当然他讲的是事实真相 但是对我们修行上 他讲假的 他有一个很大的用意在这里面 我们的贪嗔痴的执着 产生所有的烦恼 那贪嗔痴 会影响到我们夜行 照二月 我们就慢慢长夜的受苦 如果他跟我们讲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再可爱也是假的 我们就比较不会是执着 你再好也是假的 所以我们心结上 我们只能了解这个 我们看不到 可是他跟我们讲这道理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怎么样 当你面对所有人地事物 所谓一切的境界的时候 你要记得佛菩萨跟我们讲这是假的 再可爱也是假的 就好像我们去看电影一样 跟真的一样 可是你不会因为 里面的男女主角死掉 你回去伤心的不得了 不会 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有人跟你讲说 皮卡丘现在确诊了 你不会回去担心的吃不下饭 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 他再可爱也是假的 同样当你知道所有的现前 你认为我们都是真的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杜瓦石像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佛菩萨跟我们讲说 这都是假的 你就比较不会去 执着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真的可是假的 你没有弄清楚的话 你生死要解除是很难的 因为佛讲什么 佛说 无我既我 就是没有我 可是你当时是有我 无我既我 世明颠倒 这个事情很大条 这个颠倒我们就 我们就再见了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欲界了 因为你颠倒 颠倒是执欲界的东西 不要讲别的 我们念佛 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这是很有点大家要注意 他讲你说佛菩萨他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他发来愿他成佛了 所以你念佛 你精进念佛 你发心要去 心愿行你都有了 他一定来 可是我觉得他当空手而返 你知道吗 他后面有讲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你不会相应 他在面前接你 你可能也看不到 因为你心颠倒 我我既我 叫颠倒 那你颠倒 你是他接不到你了 他来了 他发来愿他一定来了 可是他接不到你 空手回去 因为你心颠倒 为什么叫颠倒 我讲的 我我既我叫颠倒 所以说你把假当真的 你说后果严不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那我一次就是在跟你们讲说 哎呀哪里是真的 哪里是假的 所以那真思品 第一个寄送他 什么什么什么 非有 什么什么非无 他跟你讲 这是真的假的 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颠倒 你颠倒就 修行就 没有办法 就是怎么样 就方向错误 你修禅定 你修什么 你修一堆 可是 成不可出 什么叫成不可出 这欲见你出不了 你还是在这里 所以颠不颠倒 这么重要 太重要了 那讲无我 讲什么 讲什么 唯一是解释的最清楚了 讲了一个多小时 很清楚了 这么好 唯一是这么好 讲得这么清楚 谁有 哪一个法门讲得这么清楚 说无我既我 叫颠倒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都很清楚 但是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有业力的关系 我们就是认为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是 就算是 有人跟我们讲 佛陀佛陀跟我们讲 这个经典 我们传达了一千多年 讲一堆年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在信解 我们要做到是很难的 所以一定要跟 这句话 你一定要跟修行扯上关系 说 我们怎么样 要达成这个目标 这个是我们 我们下 下个礼拜 跟你讲的 我们讲了半天都是 事实上很多 其他法门经论 大家又知道 无我 怎么怎么样 可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把班长的名字 写一张纸上 我放在地上 我用力踩他 他会不会痛 他身体不会痛 可是他心会痛 因为都认为那是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这个观念 我们只是有那个观念 就很不容易了 可是你要用那个功德力 就摆脱那个业力 那就是修行压下功夫 所以我们认为都是有 我们受的 如果我们能够体调 我们能够有那个功德力说 知道是没有的话 那个苦的逼迫性 就不会在我们身上了 那也是假的 可是苦的逼迫性 我们真的是摆脱不了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认假为真 可是你没有修行厉害 没有办法 你要有这个功德力 你要有这个方法去 这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知道道理是一回事 你要知道方法去做 又是一回事 做了会有效果 又是一回事 但是只要你颠倒 大概就是大事不妙了 大概就是长夜轮回生死了 那我在这个以前 我在第五篇的时候也讲过 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我执跟法执 你有我执 所有烦恼都会来 这句话在跟你讲这件事情 这成为摄论第九卷 在后面很后面 他帮烦恼障下一个重点 烦恼从哪里来 烦恼障从哪里来 障碍我们 不能入涅槃从哪里来 烦恼障者 为执便迹所执使我 你我使我 你认为是我是真的 煞迦也见 而为上手 煞迦也说我见 就是我见 百二十八根本烦恼 一百二十八个 很基本的烦恼 即彼等流 诸随烦恼 就从一百二十八个 根本烦恼里面所引发出来的 随眠的烦恼 只要你 你有我执 你有我执的话 一百二十八个根本烦恼 跟他的随烦恼 通通来了 都是他的原因 这句话讲 讲这个原因 你的烦恼从哪里来 从我只来 此皆饶恼友情深心 这些烦恼就很逼迫性 这烦恼 就让我们轮回生死 相续生死 烦恼相续生死 能造涅槃 您烦恼造 就是我们不得解脱了 只要你有我执 没有办法解脱了 只要你有我执 成千上百的烦恼 就等着你来了 他的原因在这里 然后 然后 讲这个 我讲一段 我为什么会学这个 维世 因为维世老师跟我讲一句话 他影响我很大 他讲一句话 我从来就没有不觉得 很简单的一句话 说你不知道烦恼 你什么对峙烦恼 他讲这句话 但我决定我要去学维世 因为我不晓烦是什么 你不知道烦恼是什么 你什么对峙他 所以我就好吧 那我们就来维世看看 来学学看 你说烦恼 我执 由我执 产生所有一切的烦恼 都来了 你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那我使我 所执 使我 便记所执 像 所执帐者 他有两种帐 所执帐 为便记所执 使法 一个是我执 一个是法执 也是一样 我见 撒迦也见我见 为上手 见 疑 无明 爱 会 慢 这些烦恼心所 覆盖所之境 无颠倒性 这无颠倒是真如 覆盖他的真如 真如是没有颠倒是真如的 正确了 就是无颠倒性 能障菩提 说你没有办法障菩提 叫做所执帐 所以说 你只要使我使法 那就再见了 没有办法了 问题在这里 只要你有我执法执 你修行不会成功 我后面在 以前有一个发心品的 一个祭颂 祭颂的第五品的发心品 他讲 四曰 菩萨观一切诸法 如是之患 就四个字 如果没有今天讲这些的话 如是相似 我们刚刚要相似 相像相似 室外境 内室室外境 转 这个是 知患 都是幻化 这四个字 这个是 这四个字 你看道理有多深 刚开始讲的时候 如果没有讲这些的话 如是之患 真的我们 一般人很少 只知道 为什么叫做如是呢 是什么 相似什么 好像什么呢 就是讲这么多道理 它四个字就讲 这么里面内涵了这么多道理 所以为是 为什么这一段给他看 为是你就是 你每一个字都要懂他的理由 否则你 你都不通他来讲什么 你以为懂 可是他 他里面所含的那个毅力 很深很深 然后 这是表上来说 一表上来讲 不过 这个 有我无我 还有一件事情 讲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个结论 佛弗萨讲的 他说 言 讲 如果讲 无我见 能正涅槃 你如果有无我这个万念 可以正涅槃 执着我见 沉沦生死 重点 你看 你看 厌不厌重 没有我见 可以正涅槃 执着我见 沉沦生死 这是佛弗萨讲的话 结论在这里 所以有我执法执 你说 这是我们一辈子要面对的课题 修行上的课题 你一定要克服的一样东西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讲 那讲 讲的 这个道理讲的 就是 讲一点轻松的 这个 有我无我的 这讲的轻松的 因为我看过一个 南部一个法师 也是讲净松的 很厉害的 我讲的故事给大家讲 有我没有我 你懂的话 我差很多 有一个博士生去见南部 一个法师 他就跟他讲说 和尚女说 经上桌 人人都有佛性 那我有没有博性 法师跟他说 有 你有 他在问 那我可不可以成佛 那个法师 法师怎么跟他讲 他说 有我 当然不行 就是我们讲的 有我有没有 你会不会成佛 不会啊 有我见你就沉沦生死 他不懂为事 他怎么会知道在讲什么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说 和尚不是 那个成佛 不是你讲的吗 那位法师说 有我不行 有你 更不行 不会成佛 有我执 有法执 你是法执 我是我执 有我不会成佛 有你更不会成佛 他就气得外面就走了 事实上我们 我们学为事的话 他有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 你连这个笑话 你没有念为事 你都听不懂 不要说这个文 有个法师讲这个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不是讲笑话 看起来很好玩 可是你没有为事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他没有讲错 他不是故意整他 他没有讲错 有我怎么会成佛 对 有你更不会 那现在 现在讲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是讲 原因 理由 解释 这在我们 我们了解佛法上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遮权 一个是表权 权是 就是说 诉说这个道理 事情 事情跟理 说事说理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表的来说 表跟遮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或是大部分人 他都没有这个观念 当你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不要说你为事不懂 你其他的 你要抓到他真正的意识 都很困难 因为他离开文字语言的东西 那我 他这个解释很多 那我找一个最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有用表跟遮 在佛学里面 来解释佛法 遮是什么 遮者 浅其所非 表者 显其所适也 这是表是什么 表是在讲他的道理 他的原因 他的理由 为什么是这样子 然后遮是说 讲这么说道理之外 那你到底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什么 这是这根钱 然后他才解释 如诸经说 真如之妙性 唯不生不灭 不争不减 不够不敬 无因无果 无相无为 非凡非胜 非性非相等 这种 视为遮犬 这些都是怎么样 否定句 以否定来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遮 如云 遮见觉 遮见光明 朗朗糟糟 这是表的 正是用肯定 来讲这句话 用肯定 来讲这句话 更 用否定的 反面的意思 来讲这句话 一个叫做表 一个叫遮 那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表的 都是讲正面的 它的意思 它意思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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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表的 那遮是怎么样 遮是告诉你说 那我講這麼多 我到底想告訴你什麼 那可能大家就是 還不是很清楚 我再抓一個 他舉個例子來說 他如說言 雲不但是遮 否定句 不但 言不是但的 雲閒是錶 錶是他是閒的 他是閒的 他的反面就告訴你是說 他不是淡的 叫做遮 說水 不甘是遮 絲是錶 一個是肯定句 一個是否定句 諸教 就是所謂的教導 美雲絕百非者皆是遮詞 否定句 不生不滅啊 什麼什麼樣啊 都是遮 都是用否定句來講這個 直顯一針 方為表語 說講它正面的意思 肯定句來講 不是否定句 空啊 無啦 不啦 就是否定句 這個叫做 遮 然後他跟你講 空中專以遮淺為中 就是般若啦 我們的禪中啊 般若 你會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因為你不曉得他是用遮犬 來解釋他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不懂 信中就是我們為世啊 折句 遮 表 兩門 為世這樣就是遮 跟表 兩個都講 表的話 解釋很多 很多理由 原因 講一堆 我們剛剛講一堆一樣 都是表 告訴你 為什麼 理由 原因 就好像是遮 表 就好像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這位 他是女人 這是表 這是女人 遮是怎麼樣 他不是男人 這是表 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用在佛法上 那當然不是 那麼單純來講 這個應用 我幫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遮 表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這遮 表 我們應用上就是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會懂 比如說 你當媽媽 你在煮東西 你在東西 你小孩子跑過來 你跟那個小孩子講說 這個火很燙 這鍋子很燙 在冒煙 這很燙 這是 這是表 這是怎麼樣 這是你沒有講出來那句話 你下面你講這話的意思是什麼 這跟那個小孩子講說 你不要碰喔 這是遮 你不要碰喔 這是否定句來講 你不要碰 你不要過來喔 你不要碰喔 表是說 這個很燙很燙很燙 你講這句話是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就是遮的話 你要告訴小孩子說 你不要碰它 你不要過來 這是遮 所以是遮其非 它那個錯誤的地方 它可能會產生錯誤的地方 它產生不好後果的地方 你把它遮除了 那遮跟表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表 剛剛講的所有這一切呢 如果用遮來講 要怎麼來解釋 為事無盡啊 沒有能取啊 無有 無有法啦 無有無我啦 無法啦 遮是什麼來講 為事的我們表來講 表來講一切唯心 一切都是心事所變化出來的嘛 那包括你的名相 你的原理也是事的變化嘛 所有一切都是事的變化 都是緣起性空啊 一切唯心表是講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講這個 那遮是什麼 為事它是遮潛是什麼樣 遮潛就是遮潛 遮就是不可以 遮是不要 像那個戒律上 有開遮 遮犯 開就是開圓 你可以做 遮就不可以 你不可以做 遮就不可以的 遮就是你遮那個戒 犯就是你不遮那個戒 你犯戒 遮潛 潛是潛除 去除 是直取 為什麼它遮潛是 遮潛直取 我們要往下看 為事無盡 我們剛剛講的 為事無盡 事外無盡 無盡 一切都是事的變化 所以 問題是出在盡 還是出在我們的直取 遮著潛其所非 問題是它出在我們直取 靜它是無辜的 它是緣起性空 種種因緣合合 它就出現了 它沒有什麼善惡 有善惡是我們直取的 我對那個靜的直取 我們把假的當真的 所以我們要潛除的 不是潛除那個靜 那個靜是種子起線型 你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會起線型 不管是真的假的 它都會起線型 你自己種的種子 因緣誠實的起線型 所以是遮潛其非 遮著潛其所非 錯誤的地方是在 你把假的當真的 所以什麼叫做假的當真的 就是你對靜的直取 你對靜的執著 非錯是錯在這裡 問題是出在這裡 不是那個靜 靜的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會發生 它成熟掉就會發生 所以不是遮取靜 你靜你潛除不掉的 它因緣成熟就會陷錢 你讓它不陷錢嗎 那就沒有因果了 不可能 所以你要去遮取 你修行要遮取那個靜的話 那你不會成功 你沒有要把那個空掉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直取 你跑到深山野外 躲到山洞裡面 你修行也不會成就 因為你要躲避那個靜 那不是這樣子 是要對峙你的直取 什麼叫對峙直取呢 就是不執著啊 不著內外境 外面的 裡面的 你的緣曲的作用 能取所取 你對他們的不執著 你對他們的不執著 就只是為事無盡 無盡式的遮取 對那個靜的直取 因為那都是假的 以遮時來講是這樣子 就好像剛剛舉的例子 那小孩子你講一大堆 告訴小孩子 你不要碰喔 所以它是遮犬直取 直取才是重點 我們認假為真 就是重點實在是 不在意那個靜 那無二取 沒有能取所取 它的遮犬 對能取所取這件事情 這是假的啊 編輯所指啊 對能所的直取 所以為事是遮犬 把這個直取 執著去掉 不是在遮能所 不是說把你的原意的作用 去除掉 所以無盡皆空 不是把無盡空掉 空啊 它也是否定句啊 空是什麼 空叫你不要直取 那個無盡 不要執著那個無盡 而無盡是假的 不是叫你把無盡空掉 那無盡空掉 那無盡空掉 你人往生死掉 無盡就沒有啦 那你就成就了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會輪迴生死 不在於那個無盡啊 在於你的直取 你的執著 你認假為真啊 你顛倒啊 所以我們要遮犬的是 對能所的這個直取 它的為事是講這個樣子 而非遮能所 是遮潛 我們這沒有我法嘛 無我無法嘛 遮潛對我法的執著直取 不是遮潛把我跟法去除掉 你沒有辦法去除掉 你如果這個方向弄錯的話 你修行是 是會開倒車的 對象弄錯了 遮著潛其所非 那個錯誤的點 你弄錯了 不在於能所 不在於這個靜 在於你對這個東西 這個虛妄性的執著 那其他的法門 他會跟你講說 你不要接著啦 你不要執著啦 這是講結論給你聽嘛 為什麼不要執著 我沒有搞不清楚 我意思跟你講一些是最清楚 這是從遮來講 那那個你看 我就再把這個給你們看一下 成為書人卷第九 是世論 紀大師講的 經論中言離二取 無二取 離二取者 是不執著二取 這我剛跟你講的 遮他是用 他用遮來講的是 離二取 無二取 他是不執著二取 不執著能取所取 非權無見分 就是不是沒有原意的作用 沒有能取的作用 不是把那個功能 把它弄掉 你弄不掉 他因緣所生乏 所以他這是個加強說 剛剛跟你講這二是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我跟你亂講的 這是紀大師講 離二取者是不執著二取 不是沒有見分 不是把見分弄掉 不是把見分弄掉 不是把見弄掉 見向二分弄掉 所以五陰皆空 不是把五陰空掉 然後我們看了很多 你要這個遮的 剛剛有講 空中就是波折的方面 他常常都是用遮來講 你不懂這個東西 你很難抓到的意思 比如說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沒有相嗎 沒有相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認識你我他 欲見沒有相 有相 無我相 無人相 他在講什麼 你用遮去看你就會 你就會懂 你不要 因為都是假的 你不要執著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都是要告訴你 無念而念 什麼 你不要執著那個念 有念無念 這無二 你看那個六竹彈琴 無念而念 到底有沒有念 我搞不清楚 無念而念 他最後他下面跟你講什麼 念真如 那你的有念還沒有念 不是你又講無念嗎 他講無念是什麼 不是沒有念 他講無念是折來講 你不要執著 執取那個念 那個無念 念無念是無二 為什麼念真如 真如是什麼 無分別 平等 無分別 不著兩邊 無二 就是真如 念真如 念這個 念這個 那你還在分無念 有念無念嗎 無念就是這樣 你不要執著這個念 你不要執著無念 你不要執取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 你看那個金剛精 你會比較 你比較懂 原來他是 他講的是這些東西 所以他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空中 就是 空中專以遮淺為中 所以我們很難懂它 因為字面上的意思 你會搞不清楚他講什麼 那有遮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 他是用遮來講這個東西 那這個遮跟錶 是為事講最多 其他的很少很少講 那你沒有講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大堆 講都是全都講的理由 原因 是錶上來講 遮是告訴你說 他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如果遮的部分不講的話 你要去抓到上面錶 什麼要告訴你的意思 你很難抓 你很難抓到它的意思 因為我們根氣 不是像以前的人那麼厲害 抓不到這個 所以這個錶跟遮 你要學會這個錶跟遮 什麼時候用錶 什麼要用遮 你自己去衡揚一下 反正錶就是 講原因 理由 這些東西 正面 正面的意思 在解釋這個東西 遮是說 講一大堆原因理由 他想告訴你什麼 他想告訴你說 你不要執取 你不要執著 因為這錶都是假的 遮就是說 既然是假的 你就不要執著了 這是 講這個遮的部分 所以遮的部分重不重要 這很重要 所以 你在進一步 你在 你在看那個 那個圍事裡面 他講很多 設法 能所 真如 你要把這個遮潛掉嗎 不是 不是 你遮減對這些的執著 你不是把設法空掉 把能所空掉 那你變成 變成斷魅空 什麼都不是 那你說真如 真如他還是假安利 他是假安利 他是明相 你不要執著明相 他是假安利 你也不要執取 所以金剛精三會講說 法上映舌空非法 你不要執取 但是你要得到 他的真實意 所以這個遮很重要 你沒有遮 你會變成斷魅空 很容易就變成斷魅空 然後 播著的東西 你會 看不清楚在講什麼 尤其是殘忠的東西 那個字面上 你都鬥不起來 好像合理 講了半天也聽不懂 看不懂 因為他用遮潛在講 你用表 表潛去解釋他 你會覺得 哇 那個講的天馬行空 我都不曉得他講什麼 是他講的遮潛 所以遮的很重要 不是去除設法 不是去除 潛就是去除 不去除這些東西 是去除 執著 那我們 我們講那個 五位修行裡面 那個五分別制 五分別制他解釋一大堆 我上次有跟你們提過 我找過一個最簡單的 社大聖論講 都一切法不直取 就是五分別 五分別制 最簡單的 可是人家講到重點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一針見血的 那五分別是什麼 五分別這樣子遮潛 就是沒有分別 所以當他絕 我們見聞絕之 見聞絕之是了別 我們設法裡面的東西 這是在表上來講 可是你無上正等正絕 那個絕是什麼 他離一切法 不直取一切法 不一樣 你知道你一個絕一樣是絕 你用表來講 和絕來講是不一樣 那無上正等級 那個絕是什麼 絕就是他離一切執著 有 那不是那個 那不是那個 般若 般若講那個 十八空裡面 那什麼 內空外空 都會講空空 空空 它是 你要用遮來看 你用表來看 你會 你會 不曉得他講什麼 空就是沒有 你要把沒有再把它空掉 請問怎麼叫做 把沒有再空掉 你搞不清楚在講什麼 可是你用遮了去講 你就會很清楚 就是 把空就是不直取 空空就是連不直取也不直取 連直取連不直取這件事情 你也要去掉 叫做空空 你用表去看 你這就是 怎麼樣把沒有空掉 把沒有變沒有 你很難懂他在講什麼 你用遮去你就知道 空就是不直取 不直取 空就是 你有自信 不著不住 就是空 空義 空義就是 沒有自信 一切法沒有自信 就沒有自主自信 就沒有自主自信 就是沒有實我法法 沒有一切法沒有自信 換話 所以 他是空 空義就是 不住 不著 空空就是 連不著也不著 連直取 直取也是一種直取 連這個也要空掉 所以你用遮來看 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工具 大家要 大家要 其他的法門很少 很少用 錶跟用遮的方式來講 都是用錶的比較多 所以我今天就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 這個是很 很重要的工具 你去看經典 沒有關係 你只會用遮 你只會看得很清楚 他來講什麼 他只會用這種方式來講 那為式 兩個一起用 他用的 我覺得用的最好 兩個一起用 那空 那個波子的方面 他用的比較少 所以你會發現 波子的經典他解釋的比較少 也有解釋 但是他解釋的比較少 是因為他 我們抓不到的意思 他解釋必殺 我們很難抓到的意思 但是你用遮的方式去講 遮淺的方式去講的話 你就 欸 你就知道 他大概講 在講什麼 但是他就深深為妙 他講的當然是很深的理 至少 表面上的東西 最粗淺的東西 我們可以知道 那你不知道就沒希望了 不知道你怎麼修 當然你一定要知道 那文字都是細論 這是佛講的 這希望分別的產物 這便迹所值 你文字上大作工夫就是 這是要避免的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文字 我以前有跟你們提過 你們印象不會 感覺不會很深 我說文以宰道 你要是道不是文 文字是工具 不要在文字上一直打轉 你抓不到那個意思 我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老師要跟你 聽文學的老師跟你講說 我們八大星星 九大星星 整個跟地球所运轉的關係 跟太陽的關係 我們看不到那個東西 我們不能到太空去看 他講這個理論給我們聽 所以他要用教具 製作我們的教具 用保利龍 用繩子 弄那個運行的東西 我們一看就懂 我們不用飛到外太空 那這些 安利的這些 專有名詞 這些法相上的名詞 所有一切名詞 假安利都是名相 這些文字 就是那個保利龍球 那你不要在這文字上想做工夫 我們去辯論這兩個字要怎麼講 講這樣比較好 還是那樣講比較好 就好像我們去討論說 那個球是保利龍做得比較好 還是木頭做得比較好 那有意義嗎 你要的是那個道理 不是那個文具 然後很多爭論是在那個保利龍球 那個文字上 那個文字上的東西 它一直在鑽 一直在鑽 很多爭論是在那個東西 事實上 我們要的是 它後面 它那個文字代表 要告訴我們的 那個道理 真實的道理在裡 我用這個意思 用這個 舉這個例子來跟你講說 文字它只是一種工具 你不要花太多時間 它是一種工具 你要知道後面的道理 所以你在看修行 你要看佛菩薩經典的時候 你不要把它當成那個 唐室三百首在看 你會覺得 哇 講得真好 漂亮 文字 莊嚴 那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它的真實意 它遮上 它遮其非 它告訴我們說 我們怎麼樣 這是 這是 這是我對文字上 因為文字上 它很多煙霧彈 煙霧彈讓我們 很難抓到東西 因為文字它是怎麼樣 很多它是很抽象的 它是 文學性很強的 你去專注那個東西 你會看得好像 好像 講得真好 文字上好的莊嚴 我們要的不是這樣 我們要的是它真實 文字裡面後面所表示的意思 所以不要用念詩詞的方式去看 看那個 經論的東西 你要的是 它告訴你怎麼辦 你要知道 這句話是 知道它的原因 它的理由 然後 你知道這句話 它告訴你什麼 都是兩個意思 就像我們講那麼多 表的羊毛是遮的羊毛 有沒有不一樣 它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 我知道的表 我知道的遮 那我們要怎麼做 這是我們要怎麼做 這實在是重點 我們學學佛法就是要用 不要用 你達成學問 那你還是顛倒在裡面 你還是性結 我們只是性結 我們性結二空 那性結二空的意思是什麼 性結二空就是 知道了之後 不知取 知道了之後 不知取 那我問題是說 我們怎麼樣不知取 我們知道 我知道不要知取 不要執著 可是我會不會執著 我還是執著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功德力 修行 我們那個業力 那個力量太大 我們擺脫不了 所以 下次呢 我就 我們再講一下說 我們怎樣把這個 不知取 連結到我們修行上 我們修行上要怎麼辦 怎麼樣來不知取 因為還有一點是沒有講到 下個禮拜再講 那時間不夠 就是 你怎麼看到的 你的原力作用怎麼起來的 起來之中間 我們來看看 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知道不要直取 那 在這個原力作用起來的時候 我們起的分別心的時候 我們起的可愛不可愛的時候 它那是哪一個階段起來的 看的作用 原力的作用裡面 我們應該要注意什麼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就是一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可能要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說 想一下就是 就是趁著 趁著這一卷 這一卷神通品 它內容是 比較簡單的 但是 我今天跟大家講了這些道理 如果你都不懂的話 神通品有些地方你可以不懂 哪裡不懂呢 哪會你不懂你知道嗎 他講他心通 他心通 我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心不原心嗎 我不會圓外面嗎 可是我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 就是他心通 那不是圓外面嗎 你不是都圓內心裡面的東西嗎 他心通 那怎麼會有他心通呢 這個是神通品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你懂了之後 你懂了之後 我講他心通 我隨便講哪個句話你就懂了 他也是圓置心的東西 他心通 他心通裡面 他那個 唯一師二師宋裡面講很多 唯一師二師宋裡面 還有那個 講那個地獄啊 講什麼 講什麼 怎麼樣 講很多 所以這些 今天講這些基本概念 都會對你很大的幫助 去瞭解他 看起來很簡單 基本的理論 但是這個 這個 我今天講這些東西給你們聽 我花了兩年才要搞清楚 真的 你要搞清楚不容易 外面很多學維世的 有些專家學者 我接觸過的 有的他 很多領域他 維世很多方面 他很多理論 他很厲害很專業 可是基本的東西 他也沒有搞清楚 因為 有些人他認為 這個是太簡單 他就不肯去看這些東西 而且要看懂事 他也不容易啊 內世為 誰的外境轉 這個很 你自己看看 不太懂他講什麼 那這種小細節 這關係到你以後 對維世的 正確的知識 這很重要的 可是要懂他 真的不容易 他看起來很簡單 很多人都不想去看他 都跳過去 看過去 念過去 那個文念過去 你念過去 你不懂啊 要一個字一個敲啊 我維世 我成為生看了兩次 我看不懂 到最後沒辦法 一個字一個字看 才看懂 所以你們不要挫折感 反正 我用白話講給你們聽 你就不用那麼 不像我那麼累 真的 這些 我講這些給你們聽 這我花兩年才懂 真的 不是蓋的 能夠把它講清楚 這是 這是不容易 可是那基本概念 以後 你當維世裡面 很多東西 他講人 講無我無法 能取所取 你在講 你回去看看他 那個佳行為 看你懂不懂 懂 視訊師 都是講假案例啊 明義之性差別 講這個 這個名相 大家 你這部門講什麼 可是假講案例啊 為什麼假的案例 名相的案例 就是假的 你 你由這個內心所見的影像 再列一個假設的名字 所以他是假的 假案例的東西 他自信是沒有自信 他自信是空啊 他差別是假的啊 風格差別是假的啊 你去看你就會 你就會懂 你會看他是四個定 他是根據你能鎖的東西 的解脫 來決定你四個定在哪裡了 然後你對能鎖 能夠不止取得 你才有辦法 人我空 跑跑空 你才有辦法正真主 他就是完全連結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了 你今天知道了 這個所有的原因 所有的理由 遮上來講是這樣 淺上來 這個遮表是這樣講 遮上來 你再去看他 你再看這真視頻 你會 欸 好像看得懂啊 沒有那麼難 沒有這些基本概念喔 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 我有一個 我盡量把這些基本的觀念 把這些觀念 用最白話的東西 讓大家都知道 幫助大家 然後有個小小的心願 那一年後兩年後 我們的課程結束的時候 你把為式上 我們的課堂上 你學的東西 你把金剛心經 不是我講給你聽 你講給我聽 你會發覺 你現在去看這個金剛心心經 你覺得他在講什麼 那學完了為式之後 你再用為式的觀點 來講這個東西 我希望哪一天 我們結業的時候 我畢業的時候 你把心經 金剛經 你們講給我聽 用為式講的 你給我聽 為什麼要你們講 因為我要把這個喜悅 留給你們 你們會有法喜 原來我可以把金剛經 講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有這麼深的體會 哪裡來的 為式來的 現在還不行 以後 你講給我聽聽看 沒有對錯 但是 這個喜悅 你會得到 你會有法有信心 從哪裡來 從為式來 你們講給我聽 講心經給我聽 金剛經給我聽 六指彈經你講給我聽 用為式來講 你會出乎你的意料 你懂這麼多 別人都不懂 你都懂 到時候 我請你們吃飯好了 這麼厲害 你們講給我聽 不是我要講給你聽 你可以講 你可以有那個很深的 佛菩薩的密意 你要抓得到 因為你學了為式 我小小的心願 希望我們一兩年 兩年後 你講經給我聽 用為式來講 講完我請你吃飯 這是為式的 法的功德力 就是在上面很大的喜悅 我要喜悅 我過程 我常會 我想到那個什麼 我想到晚上半夜 坐起來笑 他突然 突然懂了 我突然懂了 你知道嗎 晚上半夜起來笑 人家以為我神經病 晚上半夜起來笑 太可怕了 又夢遊 怎麼樣 突然就懂了那個感覺 就好像是醒過來一樣 要不要早上我們精神不好 喝了一杯咖啡一樣 突然就醒過來 我那個是很喜悅 你突然就懂 以前不懂的東西 你一看 怎麼我看得懂 那是喜悅 這種喜悅 這種法喜 會讓你修行的路 你再走得下去 明天來半天學了半天 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會走不下去 那不是佛菩薩的錯 不是法的錯 是你會錯意 用錯心 可是那法喜會讓你 你就一直走下來 你覺得我為事 太迷人太好了 他幫我解開經典裡面 佛的秘意 這是大家鼓勵大家 小小心願 希望兩年後能夠實現 你們講經給我聽 好了 時間到了 阿彌陀佛